啊 老阿姨 丁臭花说 老阿姨为什么我养的老是养的不好 这是一个臭花 这个臭花说 有什么办法可以爆盆吗 首先你要做的是别养那么多颗 你明白吗 就是你单杆独磕的长得会更好 有的花友说你跟基地养户不一样 你到了广东那边呢 他们会用大盆里边插好几根苗 他们为了快速的出货 因为广东十度大嘛 养臭臭花那简直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说呱呱的 一般都是那边 虫生的比较多 如果说咱们自己养这位花友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养一颗 还有一个把表面的土发出来一些 给足光照 给上肥料 就OK了 主要是大阳光 大水 大肥 这三个大 你就养自己的花就 哎呀 没问题 但是别积水 欧了根就行了 它洗水 因为我大舅子 我大舅子喜欢游泳 你把我大舅子放水族箱里面养 能行吗 现在抽宝说救命 这个是茉莉花 还是枝子花呀 应该是个枝子花 你把这个给打药了 抽宝 你现在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 是用点什么东西 温热的那种毛巾全部给它擦干净 先擦干净 第二步呢 把表面的这个土稍微松一松 能去出来就去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再一个呢 把一个花盆稍微垫高一丢丢 再用一些个小黄一号搭配小黄二号 等下回干的时候再配合这繁粉水一块胶 小黄一号二号对水喷 剩下的药液也可以灌进去 跟繁粉水一起喷也可以的 好吧 下个抽宝 黄蓝 这个怎么回事 要死不活的 你把它挖出来就知道了 那个根还是这么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在云南拍过好几期的这个蓝花 就是这个白蓝 黄蓝 黄鸟蓝 白蓝这些的 不知道为啥 就是很少去用泥炭土或者椰康的 基本上啊 这种东西都来自于江苏那边的比较多 一般都是浇泥土的或者泥土的 然后呢 根都很弱 它基本上是离开那个棚啊 它就很难去适应你们家里的环境 明白了吗 因为它起的时候呢 也会伤根这些 所以说呢 花儿没养起来就会比较难 如果说你真心想养着玩乐啊 老外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去给大家养一部分 我看也有同行去养了一部分这种 你尽量的买它什么呢 带盆带土的 尽量的买那种 好吧 这种你挖出来看吧 根都没长 明白了吗 你还想让它长望 你用啥都白下 现在能做的就重新给它换土 重新弄 明白了吗 一个是花盆大 闷 不长根 主要是这个原因 下个中宝 龙小树 掰下来的侧芽 拿水培和土培哪个生根块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你在掰叉芽的时候 你看最好它长了气根会更好 因为龙小树这个东西是长气根 一会儿不长气根怎么办 不长气根你可以往上喷 喷它那个掰的那个叉芽那个位置 你用点水慢慢的就能给它引出来根 然后大盆里边少焦一点它就能长气根了 好吧 水培和土培都可以啊 注意事项就是注意杀菌就行了 下个中宝 你看这个紫藤怎么了 设计的都干了 都什么季节了 你看外边有的树叶的都黄了 季节到了 差不多了 该睡了 别救激了 好吧 你现在这个时期别要过多的去捣鼓它了 你像这个春天开花的时候 刚开完花你补上肥料 它到秋天了也不这个样 它营养不够的自己就开始疯狂的去代谢一些 因为它要过冬啊 还有第二年开花 它肯定现在就表现的状态不好 明白了吗 下个中宝你看我这个反转巴黎 还能活吗 买的月季啊 买的郎哥家的月季啊 缺水了 我的臭宝 买回来的时候叶子雕光了 就要申请理赔了 这个没办法 老花一发货也是那个道理 不论是什么样 这个只能先申请理赔 然后呢 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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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吧 干腰 没有叶子的月季 超乎你想象的奈恨 干腰会更好 别的没啥啦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爱一 来的时候玩 嗨 嘿嘿 嘿嘿